算命是要耗精神的 你如果認真算 你不是騙人的 本來就會耗精神 會覺得很累 到底會不會命越算 到底算命的那個會命越算越薄 還是幫人家算命會越算越倒楣 大家好 我們之前說了 我們要拍一系列 來跟大家講 在這個命理上面 很多很多的謬誤 很多很多的 奇怪的論點 那這些謬誤跟其他論點 可能來自於很多地方 來自於歌仔戲 來自於戲曲 來自於各類影視作品 小說等等 然後更多的會來自於 命理師為了算命這個行業 他為了要賺錢 來給你說給你聽的話術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各行各業都有 其實各行各業都有 但是因為命理或宗教 蒙上了一個神秘的面紗之後呢 他更容易透過這種言辭 來去對你做洗腦 來去 對你做一些迷惑 造成他所需要得到的目的 之前有已經有談過幾集了 比如說有講 格局到底是不是這麼重要 三集佳惠到底要怎麼判斷 我們今天來談什麼呢 我們今天來談說 算命啊 到底要不要幫人家背業障 做一個小說的事 那我觉得算命的那个会 命越算越薄 还是当老师帮人家算命 会越算越倒霉这件事情 这边要先讲一件事情 我们先去讨论说 算命这件事情 你真正在做什么事 算命这件事情 真正在做什么 预测未来 对不对 预测未来 那这个人 明年会结婚 然后再预测未来 那实际上预测未来这件事 只有算命是在这样做吗 事实上并不是 谁会做这件事情 我们先讲谁会做这件事情 医生会做这件事情 像我的医生一直跟我讲说 你如果再不减肥 你60岁 大概就要每天打胰岛素 因为我有轻微的糖尿病 或者说你如果再不减肥 你大概就会怎么样 请问一下这个医生 是不是在做一个预测未来的事情 或者医生会告诉你说 这位先生 你这个肿瘤 可能我们已经没办法处理了 那你大概还只剩下 五三年的生命这样子 他是不是在预测一个事情 他是啊 还有谁会做预测的事情 气象学家 气象局每天跟你讲说 下个月 气温会变 下礼拜台风会来 很多人会问我说 老师可是不是啊 气象学家看的是天气云图 医生可能看X光片 跟各种仪器质 但是你要想 在100年前 没有天气云图的时候 难道没有气象学家吗 还是有嘛 对不对 甚至不是气象学家 农夫 他会跟你讲说 哎呀 那个现在再不重道 我们今年来不及收成 对不对 他在做预测的事情 渔夫他会告诉你说 这个今天不用出去啦 今天下午出去 晚上回来就风浪了 回来不安全 我们明天再出行 他会看天后 那个医生呢 中医难道不会跟你把麦 把完就说 哎呀先生你这个 肾气不足 你再不好好顾的话 你再过几年你就养胃了 他也在做预测的事情 那实际上呢 我们在讲这些东西 在古代 古代把命理学视为武术 所以武术就是三一命相簿 这些事情跟这些人在古代呢 他们其实是绑在一起的 也就是说古代本来有一群人 他专门在做一些推论 跟一些资料整理之后呢 告诉你 在合理情况下告诉你说 事情呢 接下来会怎么发生 接下来会怎么发生 那再到了现代呢 他还会有 股票分析师告诉你说 那个台股会涨多少 会跌多少 这些东西 所以说 很多事情回归到本质面来看 这些人他在做的事情 其实是一样的 他在做一个未来的预测 在做一个对未来预测 好 那如果说所谓的预测 你要去背人家的业力 哎呀我跟你讲了什么事情之后呢 我要帮你背你的业力的话 那刚刚的这些人 他那个医生告诉我说 我要好好照顾我的身体 我本来应该六十岁要死 可是因为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呢 我多活到七十岁 那是不是 他要帮我背业力啊 是不是 他要帮我 他改变我的人生 所以他就要承担了我的业障呢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医生不应该都短命吗 对不对 那气象学家 那个因为我听了他的那个预报 所以呢 我今天没有出海去捕鱼 或者说我今天 那个没有 没有去登山 所以呢 那个台风来了 我没有死掉 那他是不是要 因为他救了我嘛 所以他是不是要背了我的业力呢 那照这样讲 那气象学家是不是都要死光光 或者生了直眉屁眼 还是要怎么样 所以你从事情的本质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种论点是非常非常可笑的 非常非常可笑的 那这种业力的学说 当然因为 我们自己在这种行业里面 我们当然有宗教信仰 我们当然也 也相信英国轮回 也相信 有所谓的业报的存在 这当然也是 但是 你 如果说 真正有去研究 这些 真正的宗教内涵 跟经典的人 就会知道说 如果你自己的业力 你自己的业报 都只能够自己处理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去改变到别人 释迦牟尼都不会说 他有办法改变你的业障 那你怎么可能 有一个算命师就去改变人家 这是当着不可能的事情 这其实是掉入了一个 很强诡的东西 也就是说 事实上命理学 是在我们可以做改变的范围之内 把我们人生改变得更好 把我们人生改变得更好 我今天碰到一个医生救了我一命 那其实是因为我的人生 我本来就会碰到他 那我可能做了很多善事 那我也就会碰到他 那我可能累世的福报 我即便这辈子做善事 我也还不完 所以我善事做了怎么多 我也不会碰到他 所以事实上 它一切是在某一个范畴里面 这个范畴或许在你一出生之后 你就确定了 可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范畴里面 去让我们变得更好 就好像我天生容易发胖 可是我可以透过我的努力 让我自己变得 比较健壮一点 但是因为我天生的体质是如此 所以我再怎么努力 我也不可能变成彭于燕 那我天生就长这个样子 我可以想办法化妆穿衣服 变瘦 让我看起来帅一点 可是我怎么帅我也不会是柳德华 所以人生可以被做一些改变 可是你会有一些固定的范围 但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们就会让我们人生过得越来越好的 那这些教我们怎么做的人 他让我人生过得越来越好 结果他要去死 他要去倒霉 他要去妻离子散 这合理吗 这当然不合理 这当然不合理 那 传统上会有这些论点 不外乎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 像很多学生问我说 老师我开始帮人家算命之后 我突然觉得精神状况很差 然后觉得好像都睡不好 那这个是不是像人家讲的 我帮人家算命之后 会很多这种不好的东西卡到我身上来 同学你知道啊 算命是要好精神的 你如果认真算 你不是骗人的 本来就会好精神 就好像你认真追剧 你都会睡不好不是吗 不要说帮人家算命了 你认真追韩剧 你都会睡不好 你认真的 K个什么东西 学个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也是会觉得 哇很累 所以当你认真在跟人家 讨论他的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会不累 就算你不是命理师 你光听朋友吐苦水 连续五个朋友 每个人吐一个小时的苦水跟你听 我就不相信你天天会睡得好 所以本来就有这种状况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 第二种情况是什么 第二种情况是不可否认 确实会有一些这种 可能你的生意很好 你这个很厉害 算命生意很好 那客人身上会有带一些 不干净的东西进来 那会影响到你 这个不可否认 这个不可否认 但是说实在的 一个生意真的很好的命理师 如果他不是靠骗的 而是他本身自己 已经能力相当好的 通常他也不会怕这些东西 因为他能够能力很好 能够帮很多人处理事情的人 通常他自己的精神状态是很稳定的 那外灵根本没有办法去影响他 外灵根本没有办法去影响他 所以那种什么 哎呀我要 我帮你们这些人算命 我要背你们的业障 这就是屁话而已 拜托这就好像游泳教练 然后教你游泳的时候说 哎呀为了要教你游泳会溺水 这不是很可笑吗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除非他是神棍 除非他根本没有能力去处理 他自己的灵魂跟精神的问题 那如果他这都不能处理的话 他会有多准 是不是 很多事情其实用逻辑想就知道了 用逻辑想就知道了 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 那第三种情况是什么呢 第二种情况就是法术 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让你 给钱给的比较大方一点 收钱收的比较舒服一点 哎呀我为了你做这事 你这么辛苦 那你要多给我一点 这个说实在的 大概只有命理圈会这样做 你就上健身房 健身教练 一对一的健身教练 有的时候 我看着他那个 我杠铃放下来 我刚扛的那个100公斤 他还要帮我把杠铃放回去 那我也是问他说 不然我自己放 他说不不不不 你好好做就好了 这个到时候你放受伤了怎么办 我说你明天这样放啊 那你一天这么多学生 你不会很累吗 他说还好啊 我们如果您这样做不到的话 怎么当教练 而且 我这样就顺便健身啊 对不对 那同样的啊 只有命理圈会告诉你说 我帮你算命喔 我会很倒霉啊 给钱 来 再给我 这就是一个 好跟你收钱的方法 那命会不会越算越高 不可能 除非你算错人了 算命的人会不会越算越倒霉 不可能 算命的人啊 真正好的老师 他通常要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 就好像啊 如果我今天不能瘦身 我告诉你我是减肥名医 你会相信吗 所以他一定可以把自己的人过得很好 他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很多事情是有逻辑的 这个世界上啊 每的东西应该都要有逻辑的思考 即便是玄学也是如此 即便是玄学也是如此 那 没有办法用逻辑验证的事情啊 那一定是骗人的 一定是骗人的 所以 各位学习者或是有兴趣的人 不需要去担心这些东西 你需要担心的是啊 你有没有学到正确的知识 你有没有用好的逻辑跟系统在做学习 那你有没有秉持的良心在帮人家算命 如果说你没有秉持的良心在帮人家算命 那当然 你就会得到一些不对的结果啊 对不对 好 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